警方在上海奶茶店连上封条 但这里不是刑案现场 而是有员工确诊 这里目前已经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而这个位置呢 也是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区 距离地标建筑金安寺 也只有不到200米的距离 尽管奶茶店确诊只有两人 但因为接触者多让当局绷紧神经 而另一间位在普陀区的环球港购物中心 也无欲紧封锁 不过官员说不用惊慌 那么其实这些涉及到的场所 他在排查过程当中 他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沙茶完了以后 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开放了 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 但画面中的男子看似很紧张 他前方的玻璃门 一名女子抱着小孩已经出不来 还有更多的员工也受困 今天不营业 整个发展都不营业了 目前还不确定 应该是一起的原因 对 因为现在目前所有的员工 都要回来走河山 然后进来就停不去 中国大陆周五通报 单日新增143例的本土确诊 其中河南占最多有98例 其次是天津的34例 和陕西的8例 近期许多大连的病例 也都有天津的足迹 令人担心的是 现在大陆三个主要港口 包含大连港 天津港 以及宁波港接连爆出疫情 许多船只为了避免作业延误 纷纷转往上海和厦门的港口 恐怕又会酿成新一波塞港 大陆车厂也在受冲击 不止丰田汽车 福斯正式已暂停天津厂的生产 而更多国际企业 像是Intel 可口可乐 以及固特一轮胎 则在大连设厂 难保不受冲击 大陆的防疫政策 打乱全球供应链 彭博社报道 相关的影响 可能要耗费多年才能消解 而配合大陆的政策 香港国泰航空 一度停飞货机一周 尽管复飞 也还是受到防疫的限制 运载力大减 香港物流协会预估 当地的运费 还会上涨20%到30% 而当这些费用转嫁 给消费者代表 又要万物其涨 疫情前 香港已是全球生活 花费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 如今供应链危机 和通膨恶化 连米其林主厨都说吃不消 大陆会如此严格防疫 主要还是因为 在三个礼拜就要冬季奥运 这之前还有最大 人口迁移春运的挑战 只是目前疫情没退烧 大陆人能不能正常返乡过年 恐怕很难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